也有这些点 就是说你去看啊 一些资料的有个mark在那边 或者说它资根会长一些 好像长了油这样 凸出来的 那个就是我们用这个点来代表 所以为什么有这个点 有点就比较好看 比较自然 比较精神 这叫提神点 OK 那么这样 这个我刚才用交错 刚才我们讲交错 穿插 拖拉笔 拖就是拖车 拖拉就是拉来拉去的拉 旋转笔 所以这边的树干 你看很多技巧在里面 有拖拉拉 有旋转拉 拖拉笔 旋转笔 那么又有什么呢 又有干 又有湿 又有交错 穿插 所以你看一个树干这么多技巧在里面 对不对 这些不是干 干笔 干一点 这个是湿一点 这里干有湿 所以我们整个中文化的用笔 真正总结起来是干 湿 哭 哭 哭 就是干 哭 哭 哭 就是干 哭 比干 比就是干 干 四 顺风 逆风 顺风 逆风 等一下我要讲解 还有呢 旋转风 旋转 拖拉旋转 还有逆风 逆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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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能没有讲过的 顿笔啊 顿笔是 顿笔是 很早有讲的 最后想起那个叫顿笔 一个反作用的例 我们讲的时候 刚才讲的 什么叫顿笔 逆风 顿笔怎么写 顿笔怎么写 顿笔就是顿笔 顿笔就是这个顿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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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刚才我们讲说 叫顿笔相前推後 不只顿笔在中国话 书法也要顿笔 你看 你书书法 你写一个亦 你是不是要顿笔 这样你要到右嘛 要到左先才右 右回来又转左 所以变成这个就是顿笔 顿笔就是 就是 欲左先右 欲右先左 以欲前欲以后 就是你要向左 向左去 向右去 你就左一下才右 你就转回来左 向反方向 那么你要向前 向前 你退后一下才向前 退后一下才向前你的鼻 Slow motion就看到了 但是我们有时候画很快 这样看不出 慢速度就看到了 要左先右 要右先左 比 要向前 欲以后 先退后 明白了 要向前 把他退后 就好像你出拳打 你是这样 我们就打 退后向前嘛 慢速度你就看到了 如果你真的向前打 这样打 你再拉一下 你别打了 蛮有力 这样有什么问题 如果没问题我们就开始了 我们中国画 画那个松树 很多画是喜欢用黑白的 就是水墨 水墨画 水墨画就是 纯粹黑白的 没有颜色 我现在画就叫水墨画 对不对 那你如果用了彩色 就叫彩墨画 因为你这样的彩色嘛 可是我现在 比如画 画黑白 我要加点绿色的 加点绿色的来宣 这个松震的 这个就叫彩墨了 因为有彩色跟墨 你把它 有彩色跟墨混在一起 我们来看 水墨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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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墨画